哈喽朋友们,我是喵喵 今天打算去一家游客到拉萨基本都会去打卡的网红酸奶店 这家酸奶店除了酸奶格外酸 还有可以随意加的白砂糖之外 它们还有一整面的照片墙 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登上,药王山 位于药王山对面 布达拉宫停车场的前站猫牛酸奶坊 算是拉萨的一家网红店 这里是布宫停车场旁边的一个酸奶坊 好像每一次来都会来这儿喝酸奶 基本上游客们都会在这儿打卡 七年前来过 哪怕撒满了白砂糖 依然被第一口酸奶酸倒了牙 七年过去 依旧是络意不绝的旅客 依然是一成不变的味道 最吸引人的应该是满屋的照片和留言墙 来自全国各地的陌生游客 在这里留下了他们与拉萨的故事 这存了好多机票票根啊 要是我的话我不舍得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照片 与很多人而言 拉萨可能以后也很难再相遇 就留下些许印记 他们把照片火车票和飞机票票根 定满了墙面屋顶 把自己的故事传达给更多人 这家酸奶要怎么吃 一勺白糖 再来一勺白糖 基本上都是酸奶上面盖满了白糖才能吃下去 就特别酸 但是也特别的原生态 我觉得比那个酸母凉粉的酸多了 可以免费打印一张照片 然后打印出来的照片就都挂在了墙面上 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照片 我也和你们一样 打印了心仪的照片 等很多年以后再来看看 是否还找得到 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 你总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等待 在一乡的路上 每个寒冷的夜晚 这思念的如刀 让我上路 总是在梦里 我看到你 我让你爽默的心 我和丁哥的照片 留在这里咯 希望以后来还在 今天的视频就暂时到一段落了 明天的拉下行程依然是喝甜茶晒太阳 明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两家晒太阳非常棒的 而且就在八阔街上的甜茶馆 关注我的视频 我们明天见